今天终于见到了这辆驮着直升机满世界跑的房车了 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 心想这是谁把火车开到我的房车旁边了 下车一看是辆福特450 结果主人下来一看 竟然还是老熟人黄哥 黄哥也太低调了 之前他说要开房车来找我们玩 谁知道是辆带直升机的房车 我们停车的海边路有点难走 他就把后边的直升机拖车放下了 这辆房车前车9米6 加上拖车接近20米 走带你们进去看看 整个车内饰都可以用一个大字来形容 大床大厕所大冰箱大沙发大油耗 说到大油耗 这辆房车拖上直升机油耗百公里40多个油 赶得上坦克的油耗了 和这辆房车的主人黄哥最初相识 是因为我们富哥和他是哈尔滨老乡 在路边看见车牌是黑A就成了好朋友 他一直很低调 今天才知道他已经自驾过全球好多地方了 很想试驾一下这辆房车 但是驾照不允许 你们猜猜看这辆房车需要什么驾照才能开 知道的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装束 谢谢大家